這位呢是第四屆的第十名 那當時呢 其實 我對他有點不好意思啦 因為其實包括第四屆的很多同學 我到後來就去生小孩了 沒有一路把他們照顧到完啦 這位我也是這個仕同即出啊 歡迎吳永斌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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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不見 我真的還要謝謝你們好多耶 不好意思 後來還有送金牌給我啦 說那個因為小孩子蠻月嘛 哇 真的不好意思 我那時候想怎麼辦 去哪裡找你們這樣子 這一次這個再回來的心情是 你眼睛為什麼已經濕濕的了 沒有啊 就是 情緒很激動嗎 其實我回來的心情其實 我很感謝星光大道這個製作單位 然後他們很辛苦 然後邀請我們回來 然後就是肯定我們 然後給我們機會 對啊 真厲害說話啦 好 直接晉級 謝謝 所以這一開始是唱 你最拿手的來衣歌嗎 還是 我今天選的這首歌是康康老師的 原夢 對啊 為什麼沒有先就想說第一站 先來一個最拿手的 其實這首歌我當初會選這首歌的時候 因為康康老師有唱台語歌嘛 然後就是可能口氣還是什麼樣 可能會有一點點接近 如何把台語腔帶到國語裡面 是不是 對 對 好啦 這也算是一個不錯的出發 掌聲歡迎吳詠斌的演唱 謝謝 還記得當年的電棒燈小王子嗎 天真可愛的斯勒斌 自參賽以來 許多逗趣的反應 讓大家留下深刻印象 那個就是小電棒燈那種 那下次幫我們小胖老師也躺下 因為我很想看耶 台湯是騎著 等一下 我自己講完鼻涕噴出來了啦 衛生紙快點 牆上吊刀刀刀掉著 牆上吊刀刀掉著 你憑什麼串咬我的口令你小老幾個字 倒捕花瓣鍊互把互布 倒捕花瓣鍊互把副 你要來找我剪頭髮 在比賽結束之後 斯勒斌繼續回到 咕嚐的理髮廳工作 也因為參加超級星光大道 咕嚐與斯勒斌 也設計出了很多特別的髮型喔 你好 你要剪什麼樣的髮型 換個髮型年輕一點 年輕一點 這顆 猛甲 太短了 下一個 拉筆髮型的 這個不適合我 下一個 小胖老師的 太長了吧 下一個 你適合跟髮型的 好 這個好 就這個 就這個頭 除了在 在 裏法廳工作 斯勒斌同時 也是名大一的新鮮人 專心上課努力念書 過著正常的學生生活 但在他心中 當初參加比賽 才能打開 心裡面一直留有個遺憾 很可惜的是 我爸爸沒有來過 就一直 每次都一直找他來 然後 他都沒辦法過來 對 這一次回去比賽 我主要的目的 不管是得到第幾 就是 最希望就是他能坐下來 看我唱完一首歌 勇斌 我們永遠支持你 加油 勇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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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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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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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斌 加油 勇斌 打貼 寫在心上面 轉了鞋間 把你接到這邊 在異鄉的夜 承諾會像在那條街 真相的泡麵 戒掉的相約 沒有工作 只好努力瞬間 我又想起你的臉 想起我戴的 賣掉的 你送的 沉浸相戀 擁抱著甜蜜回憶 珍貴卻都不值錢 計算著我的夢想和現實之間 該不該就此妥協 擁抱著來源的夢 倔強地不做改變 儘管那胸口的哭 還拼命地追 再見你之前 忍住不掉一滴淚 大家好 我是吳永斌 今天再回到星光這舞台上 我終於圓了我的夢 謝謝 擁抱著甜蜜回憶 珍貴卻都不值錢 擁抱著我的夢想和現實之間 該不該就此妥協 擁抱著來源的夢 倔強地不做改變 儘管那胸口的哭 還拼命地追 再見你之前 忍住不掉一滴淚 來 我們吳永斌的演唱 你是有被康康老師影響喔 連口白的部分都有點像的 大家好 我是 沒有啦 差點以為你要講我是康康 唱得怎麼樣 志炫老師 有一些地方用力過猛 有時候有一些破音 還有一些地方就是 像擁抱著甜蜜回憶 珍貴卻都不值錢 第一次進來的時候 我覺得有點不是那麼的肯定 我覺得還是有一些地方的語氣 他的那個力量少了一些 讓我們少一點 就是你要起來打拚那種感覺 魏永斌 看分數會不會打 不會 不會喔 有沒有做夢 或者是有去拜拜什麼的 其實我昨天就是睡不著 然後夢到這首歌 就一直在補兵那種 你剛剛講英文嗎 欸 一直在補兵 補兵 他有進步了 我們來看看魏永斌 能不能繼續參加星光傳奇賽 請評審按燈 吳永斌電唱 得到的分數是 戴安娜回首當年心酸 激動落淚 有時候我們自己覺得 我們已經很厲害 然後好像很多人很喜歡我們 可是真的在錄音室 就是講實力 這麼多的歌手 他們真的是坐在椅子上 就可以馬上寫一首歌的時候 我才覺得 我們好渺 我好渺小 畢業後 常見演藝圈甘苦 戴安娜重返星光 她能找回 也沒有想到 我快點 我快點 你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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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快